罗马尼亚驱逐犹太人没什么事 而德国航空公司骑士犹太人却被罚了款 美国完美诠释了什么事 欺软怕硬 大家好我是马超 那么之前在北溪管道爆炸这个事情上 沉默不语被西方媒体就嘲讽 说是这个欧洲病夫 那么德国最近又碰到了十分憋屈的事情 美国直接就长臂管辖 对德国的这个汉沙航空公司 处以了400万美元的一个罚款 那么大概是这个2847.6万元人民币 那么这个罚款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这个美国就指控汉沙航空公司 骑士128名犹太乘客 说这个汉沙阻止他们乘坐转机的航班 那么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22年的5月份了 当时一群犹太人计划从纽约市飞往布达佩斯 参加一个纪念犹太教正统派拉比的一个年度活动 那么他们就在德国的法兰克福转机的时候 被禁止登机 那么当时德国航空工作人员 以犹太人没有戴口罩 并且在过道聚集为由拒绝他们登机 犹太人看到其他人也没有戴口罩 但是可以登上飞机 于是就认为他们是遭到了歧视 就发起了抗议 那么这个登机口关闭之后 犹太乘客和现场的德国警察 还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 那么有犹太人就直接说 这些德国警察是纳粹 不得不说美国在这个时间点 把2022年的事情拿出来说 也是挺巧妙的 因为最近在欧洲另外有一个国家 同样发生了一起针对犹太人的事件 哪个国家呢 它就是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驱逐了大量想强行入境的犹太人 特别不服气的甚至被关押了起来 那么这群犹太人是从乌克兰的乌曼 参加完朝圣活动准备回国的 由于这个航班受限的 所以打算绕到罗马尼亚搭飞机回去 那么罗马尼亚不会惯着这群犹太人 因为罗马尼亚本身是一个十分反犹的国家 当初还是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第一帮凶 只不过现在物是人非 当时德国的小弟现在依旧对犹太人毫不客气 而作为大哥的德国 现在却因为歧视犹太人要面临罚款 这些年德国为了所谓的赎罪 淡化自己在二战时期所犯下的罪行 对犹太人的态度可以说是发生了180度转变 甚至被外界认为一度到了跪舔的地步 不仅保护自身境内的犹太人各种利益 巴以冲突爆发之后 德国总理舒尔茨也是第一时间就对以色列进行了访问 那么当时他下飞机的时候 这个炮弹是直接从头顶呼啸而过 一群人直接抱头就卧倒在地 然后他还是坚定的表达了自己支持以色列的决心 那么可见当时是有多拼了 当然了我们说德国政府各种维护犹太人 但是很多德国人实际上并不买账 那么从这次的事件就能够看出来 有些德国人他骨子里还是不服犹太人的 只不过政府会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一个无嘴 那么这也就导致内部的矛盾实际上是越来越严重的 美国又是一个十分傲慢的国家 敌人也好盟友也罢 谁弱美国就喜欢欺负谁 那你像罗马尼亚针对犹太人 而匈牙利在俄乌冲突中屡次和美国唱反调 美国反而是拿这些国家没有什么太大的办法 美国现在就喜欢逮着德国这个肥羊来耗 那就是看准了德国好欺负 这也是无时不刻不再提醒我们 和流氓讲道理那是要吃大贵的 美国现在也是同样在对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道德绑架 但是所谓的道德它从来都是用来约束自己的 而不是像美国那样用来审判或者是绑架他人的 对付敌人用强硬的态度和拳头是最为合适的 我们如果努力的向敌人来证明自己的道德有多高 其实也是在变相的伤害自己的家人 那么关于德国这件事情 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